地方引颈期盼的两地缝合终于要失作了 位在台中市坛子中心路与北屯敦付9街 以及坛子大城路与北屯敦付8街 都因为建筑阻挡两处无法衔接 坛子居民前往台中北屯捷运机场更是不便 地方明代就争取两条道路各5000多万元 进行延伸开辟工程 预计在年底开工 一座铁皮屋将两条的巷道分隔开来 这里是位在坛子区中心路33号 因为没有与敦付9街衔接 当地的居民都需绕道而行 前往台中北屯捷运机场 路程就要花上10分钟 就是他们要绕一大圈 站在刚才开车都不方便 都十几分 要到捷运站 正式合并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因为北捷运站已经通车了 我们头家东里里长跟林长还有里营 厂长在反应 要去北捷捷运真的很不方便 只有一个七八米的道路 厂长发生车祸 不只敦付9街与坛子区中心路无法连通 就连敦付8街也无法衔接 坛子大城街 民众通行各个院生连连 就是因为到北屯捷运机场 除了要绕一大圈 通行的道路也只有8米宽左右 经常发生交通意外事故 因此地方明代向中央及地方 争取两条道路延伸开辟工程 各5000多万 分别打通总长约40公尺及45公尺 宽12公尺及10公尺的连外道路 那我们的交通这么样打结 所以大城街未来我们从敦付8街 接大城街是10米道路的拓宽 第二个呢我们敦付9街 隔壁条的敦付9街 直接接中心路 是12米道路的这个拓宽 那我们通了之后呢 两条道路将近要1.2亿的经费 我们一起努力 当来身为一个生活圈之后 包括我们现在的捷运松竹站 跟我们北屯跟坛子中间的连结 就能够串联 工程预计年底开工 立批明年8月前完工 届十大通之后 坛子与北屯两地缝合 不仅民众搭捷运更加方便 也能节省路程免受塞车挤车货之苦